DSE 2015 ICT Paper 1A MC 第二题 这题当年只有23%校生答对 这个数字真的偏低了 七成半的人以上都是答错 题目是关于4bit的Tools Complement Code 这个不是8bit是4bit Arrange 这四个数字 In Ascending Order 由细枝带牌 既然是Tools Complement 我们用惯用的方法 例如0字行头代表是正数 1字行头代表是负数 所以正数一定大过负数 或者负数是个正数 所以1行头这两个是负数 负数即是1是负数 正数是0字头 正 我们先看正数 2和3是正数 例如0100和0111 我们找一找他们实际制的Value 我们由第二个开始 0100这个就是1位2位4位 所以这个就是正4 然后第三个是0111 这个是1位2位4位 所以这个就是正7 接下来是负数 接下来是负数 第一个是100 这个负数这个位值代表负8 因为这个是1位2位4位 这个是8位 如果是1行头 我们给它负8给它 后面这三个都是0 所以不用加了 所以这个代表负8 第四个1111 同样是1行头 这个是负8 后面加回1位2位4位 就是负8加7是负1 所以今晚自除牌 由小开始牌起 负8 小个负1 小个正4 小个正7 负8就是1 负1就是第四个number 正4是第二个number 正7是第三个number 所以就是1423 答案呢 B4BOY DNC2015 ICT P1A MC第五题 这题刚刚少过一半学生答对 我昨天就说有一个马拉松 总共有1万个runner 1万个马拉松的选手 参加这个比赛 每一个选手的波鞋上 都贴了一个RFID的Tag Tag里面储存了一个unique的ID code 直接派发给选手的编号 RFID的全名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它是一种无线网络的科技 可以在起点和中点 在记录中的跑手经过那个时间 刚刚刚就问 如果我要做一个比赛 有1万个选手参加的 即是有1万个unique的ID 那个Tag最少要多少storage size 就是memory 最少要多少个bytes或者beats 其实我们有一条公式 公式就是2n次方 n就是number ofbeats 2n次方乘出来的就是total number of combination 或者patterns 现在我们要找n是多少 其实我们要解2n次方 何时是大过1万 你记得数学科里面学过的lock 可以用lock去solve 但不记得也不要紧的 你可以找个数机去试 212次方1314 看谁是刚刚大过1万 有个counter 214次方 刚刚大过1万 而13次方只是8192 还是小过的 所以14bit就够了 但题目并没有一个bit的单位 ABCD只有bytes 这个就是他给了4个答案 1234bytes 14bit 最近那个比较大 2bytes 因为1bytes又8bytes 2bytes 2bytes 3bytes太多了 因为他要minimum 最少多少bytes 当然如果你记得lock的公式怎么用 其实可以快点找一个答案 左右takelock 跟着n搬到前面 n乘lock2 就是大过lock1万 所以n大过lock1万 除了lock2 这个就是答案 可以这样按计数机 这个是13.3 所以Mesh1上的答案是14bit 即是2bytes 我们最后重新再讲一次 为什麽这个公式是怎麽来的 二的N字方 N就是N number of bits 二的N字方就是Total number of combination 或者是pattern 基本上它来自数学科里面的tree diagram 譬如你只有一个bit 你只有一个0和一个1 所以你只有两个pattern 即是0和1 如果你有两bit 你会开枝散叶 每一个01都再散开做一对的01 所以这里已经有四个pattern 00、01、10、11 每多的bit 你就会很明显将N number of patterns double一样 再推了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计算 一、二、三、四 一、三、四 六七八 那是哪个呢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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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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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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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我们就成立了公式 这里1bit2个pattern就是现在的四方 2bit4个pattern就是2的二四方 3bit8个pattern就是2的三四方 你可以想象如果这是'n'bit' 这里总结有多少个pattern呢 就是2 to the power n 这个其实是来自所科里面那个 3Diagram的concept DNC 2015 ICT P1A MC13题 这题只有42%效生答对 那我会问 这里有4个component computer component ALU、MAR、PC和CU 哪一个是involve 涉及CPU在memory里面 去拿一个instruction回来 CPU fresh instruction from the main memory 那我看看这4个 在computer architecture里面 究竟在哪一个位置 ALU 就是Arithmetic and Logic Unit 这个负责运算的 计数的这个就是A的答案 例如做加减乘除 做Logical Comparison Operation and or not 大个小个的 就是ALU负责 跟着B MAR 这个叫Memory Address Register 在E 这个就是B的答案 MAR 它的角色是做什么呢 例如CPU要拿一个instruction from the main memory let's say instruction在这 memory 在0000这个address 叫Log0111 这个000的地址 是要先储存在MAR 就是你要找Memory 某一格的address 你要先把address 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其实是 摆住一个Memory Address 而address 指着你要拿些东西的位置 好 我们再看看C PC 即是Program Counter Program Counter 就是C 现在就是Program Counter 它角色是做什么呢 它主要负责下一个instruction 那个memory的address 例如下一个instruction 在00001 那里 一个output的command 下一个instruction 那个address 即是0001 就会放在PC 那里 最后D CU Control Unit 就是Overall 这块 Control Unit 就是这个 整块 CU Control Unit 这个就是D的答案 限制的部分 是多很多的 包括Program Counter Instruction Register Instruction Decoder 特别是这个instruction register 当CPU在RAM 拿个instruction 回来 那个指令 其实是先放在MDR Memory Data Register 那里 接着再传过来 instruction register 那里 IR 然后接着 由instruction decoder 去解读 解证 究竟那个指令 是做什么 所以整件事 哪个involved最多 四个component 很明显 就是Control Unit 这个 基本上 包含了几个parts 在这里 比如A ALU 负责计数 明显就不是了 Program Counter 只有一部分 就是 MAR 也有少少的 但是不及D 那么完整 所以 最后答案 是D for dot DNC 2015 ICT P1A AMC第十九题 这个题 刚刚少了一半 考生答案 题目就说 Merry 做了个HTML file 就是用这个格式 HTML 就是网页格式 她就不用TXT TXT就是Plain Text 纯文字档案 那为什么呢 大家就纯经意 用了HTML 和TXT都知道 网页HTML 就是图文并茂 有Hyperlink 有Video 动画 就是什么都有的 HTML TXT只是文字 只是text 这个就是清水房 纯文字版 当然内容 就不会那么多媒体 没那么丰富 好 我们逐个答案 一 TXT NOT CROSS PLATFORM 这个很明显 连事实都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TXT基本上 是CROSS PLATFORM 就是跨平台 基本上Windows MacOS 或者Linux 都support支援 开到TXT档案 2 HTML can store hyperlinks 这个都正确 因为TXT 不可以的 网页格式 就可以储存 hyperlink 几方便 超连结 你按一根link 可以跳去另一个Document 3 HTML 可以play video 都对 因为可以直接 embed video 在网页上 所以答案 2 and 3 only C for CAT DXC 2015 ICT P1A NC 第23题 这个题有52%效声 是否想谈不谈 例如我说 Mary收到一个不明来历的E-mail Anonymous的E-mail 里面有一个attached的档案 附件叫photo.exe E-mail声称 包含了Mary 你有些照片在里面的 你开一开它来看就可以了 Mary真的去execute 按一按它 结果没有照片 去display出来 为什麽呢 它很明显跟网络安全意识有关 但是基本上一个执行的档案 来自一个不明来历的E-mail 而且你不认识的人 那你随便去开它 基本上都是几危险的 那你逐个答案看看 1.No photo editing software in store 即是Mary的电脑 没有安装到图片编辑软件 这样很明显是不合理 都是不对 最根本的原因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exe档 executable file 它不是一个jpg图片格式的档案 又不是png、bmp、图片格式 所以基本上你打开它 就不需要安装什麽的软件 如果理论上它真的声称 它一run这个program 就会弹一些照片出来 另外即使它是jpg或者png 即是图片格式档 开出来都不需要一个editing software 你只需要一个photo viewing software 2.它说这个档案包含了一些malicious code 即是一些恶意的程式 会损害Mary的电脑 那很明显对 因为基本上这些exe档案 来历不明 很大机会都是做坏事 不会是做好事 3.email server cannot execute the file 跟着这个也是不合理 因为执行的档案 就不跟email server 反而这个是跟Mary的电脑似的 所以这个都是mix 最后答案 to only 答案就是be for boy DXC2015ICTP1A MC第28题 这题刚刚多过一本考生答对 这里给了部分flow chart 有个process box 有个input output box 有个decision box 那里的file上面 即是有个loop 又或者这个loop 我们叫做iteration 现在是不是就问了 究竟它是属于哪一种形式的iteration multi-way selection for loop pre test loop protest loop 首先 这里有些根本就不是iteration 不是loop 就是这个 selection 这个根本就不是loop 所以A一定在错 在program structure里面 looping 基本上是三种 for loop pre test 和protest 这三种loop 基本上可以分开作两类 for loop 的特性就是 是一个fixed number of loops 就是loop的次数 是固定的 fixed的 所以这个又叫做definite loop 就是固定次数 pre test pro test 我们叫做indefinite loop 你事先是不知道 要loop多少次 我们模范化 预先知道 loop的次数 因为 它loop多少次 是视乎test 測试 什么时候被满足到 或者什么时候不被满足到 而所谓test 測试 在flow chart的角度看来 其实就是这个decision box 或者question box 而decision box 这里会有个问题 可以有yes 有no 的情况出现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test 的condition 我们看到这个box 在整个loop里面 它是放在最尾的 在loop结尾 才问这个问题 凭这个答案的yes no 决定回去上面 再loop 或者直接离开 那个loop 而loop body的statement 就是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的loop body 所以这个test 在loop body的后面 所以这个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的post test loop 简单来说 为何是post test 就是说 你做了loop body之后 才是test它 所以叫post post是解释后面的意思 所以一定不会是先 不会是pretest 这个就叠分转了 test了才做loop body 那你可以自己想一下 如果pretest loop 这个flow chart 应该是怎样画呢 所以c不是答案 最后我们也看完 为何b不是 for loop 因为for loop 说明是要fixed number of loops definite 你看这个flow chart 没办法知道 它一定是固定loop多少次 我们无从知道 它有几definite的 除非我们知道 有些loop counter 有些counter 数着是loop多少次 但这里没有 没有比 所以没有办法判断 它是一个for loop 所以最后答案 是definite dx2015ict p1a mc第30题 这个题只有41%效生 正确 都是一题典型的seudo code 问题 特别给了DAT的array 123 4架 有些人在里面 Amy Bob Carol Dave 也给了一个seudo code program 准备转它 转完之后 特别就问 究竟哪个DAT的element store了Carol 这个名字呢 本来Carol 就在DAT3 那里的 Standic的题目 就用Standic的方法 我们只要做一个Dry run table 这里就只有p的variable 和DAT 所以这个table 都相对地简单 我们p 由4开始 p 入4 接下来 接下来 p大概2 现在p是4 4大概2是true的 true 就要做 loopbody里面这两句的statement p是4 这个做什么呢 DAT p-1 4-1 就是3 DAT3 那在array 那在array的客观效果 就是将DAT3 carry的名字 就replace了DAT4 dave 盖住它 简单来说 就是前面这个 盖住后面那个 好 好 接下来做完这句 下一句 p 等于p-1 就是p-1 assign到p p本来是4 4-1 就是3 现在p 就是3 p是3 回来说 p大过2 3大过2 还是true 还是true 还要再做 现在p是3 这个就是DAT3 assign with DAT3-1 就是2 就是DAT2 盖DAT3 DAT2 就是bob 就会盖住carry 跟刚才一样 就是前面那个 盖住后面那个 跟着p-1 回到p 所以3-1 变成2 现在p 就变成2 回到上面 p大过2 2大过2 是false 就是自己 不会大过自己 自己大过等于自己 但是2大过2 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loop 就结束了 可以停了 收工之后 我们看看 究竟 哪个element 是多住carry 明显 就不会是 原本 DAT3 carry 去了DAT4 所以答案 就是 D4 到你一旁 到你了 到 Strategic 感谢观看